因疫情停辦兩年的壯圍哈密瓜節 由千人健走活動來擋頭鎮 主辦單位也邀請壯圍幼兒園的老師 帶領民眾跳健身操來暖身 隨後在熱鬧的鞭炮聲中 展開三公里的健走活動 民眾一同漫步在鄉間小路 欣賞美麗的田園風光 主辦單位也準備美味的瓜果 讓參加的民眾來享用 同時來推銷壯圍鄉的農特產 八成九成的比例 所以說今年是豪秀的年 所以說瓜果的品質大幅度提高 這當然我們說 我們農民的用心 能源和付出 有這種的專業 已經這麼多年來 大家都有用心 能源瓜果的財政的技術 照我彈彈彈彈這個農產品出來 我們每個分析 我們綜藝到哈密瓜的產生 因為我們得天獨厚 我們綜藝是多年南洋西的夏日 所以說我們的土地是山頭 透水性又非常好 所以這非常適合 我們瓜果類的綜藝 所以剛才包括主持人也都說 我們是哈密瓜的財政 這個當之無愧 當之無愧 眾議的哈密瓜 包括團粿師傅 我們在眾外的 我們的圍牙頂頂的 在我們全國內地有非常有名 大家道公國 總是這樣 農民有很辛苦 讓我落個大 太多了 太多了 所以說 今天大家 今天吃一碗 道公國 這幾天沒有什麼 大家來道公國 除了這個海風出來 還有我們這個地攝的 所以這個哈密瓜 在我們綜藝牆 這是可以獨一無愧的 我相信 我們的哈密瓜 吃起來絕對不會流過 要是要感謝 我們這些同仁 非常認真打拚 用心去藝牆 用心去藝牆 才有這個辛苦 今年的天氣較往年正常 狀為的瓜果盛產 而且品質優良 想要藏鮮的民眾 請趕快來狀為產地購買 相公所和農會也歡迎全國民眾 利用假日來一趟 撞為農產之旅 宜蘭新聞記者 來福星採訪報導